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别说了 我们不会再打任何交道 跟你这人没关系 你要是想做我的朋友 你把这事警服拖了再来 别提我不想听 就这么轻重 心理事太多了吧 我想于翔以后是不会再跟我们合作的 而且我们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远 大曾你不知道 其实这人有时候挺有意思的 我知道 既然你跟我说实话 你是不是对于翔挺感兴趣的 遇上点事就受刺激 就感觉承受不了 大曾你说去搞艺术的都这么脆弱 还是咱们这些人太残酷了 天天见多了就麻木了 都有点 有都不是 尤翔说得对 你是个麻木的中年人 跟你这种人还是只谈工作的好 但曾你说 以后怎么办呢 什么怎么办 余翔还是工作的 反正你记住我一句话 全看你自己 说哪儿去了 哎呦可算是平坦了 我肠子都快垫出来了 让你不迟早点 就这种路一个多钟头 你能受得了 贱贵 还不知道是自然起火 还是人为放火呢 哎 要是森林大火呀 用得着咱俩穿这折腾 哎 下面有动脚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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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总志 往这边来 往这边来 我一见吓坏了 就冲天开枪 等到让我报警 我就过来了 嗯 现在什么情况 还不太清楚 看来问题挺前兆的 没了 对 燒得烫了一定糟 什么也看不出来 哎 森�子 烟也烫不烫 这不可能抽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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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现场只剩下烧焦的尸骨 只有头颅是完整的 那我看这事还得 我明白你什么意思 不过这事太难了 铁塔出马不可 这事你听着 好吧 意外吗 我 为什么 这个小家伙挺可爱的 你还玩这个呢 他的吧 你说话注意点 有事没事你 对不起 你不是让我们帮你调查 你女朋友的事吗 我这次来 就想跟你了解一下小伟的情况 他挺漂亮的 爷爷比较讨男人喜欢 性格嘛 刁蛮 任性 你自己说什么 这对我们了解案子很有好处啊 你别瞎猜啊 我现在我也说不准了 我现在回想起 我们俩在一块的时候 清晰的记忆少了 模糊得多了 那记忆力出问题了 是 他是从东北小地方丹东来的 人长的条件还可 我今天由你来说 你是不是在这儿 你不听过 这次是 我认为两个人 是 你不听过 你不听过 我认为俩 你不听过 我认为俩 你不听过 你不听过 我认为俩 不听过 我认为俩 人跟女孩是不一样的 我想这点你在大几岁可能会明白 作为女人她要掩饰自己 装饰自己 还可能会撒谎 撒那些很能给人舒服感觉的谎 我不是有意伤害你的自尊心 我只是想 作为一个女人把我自己的感觉说出来 就是当一个女人问你 想不想出去走走的时候 她并不是想跟你出去散步 而是有一种好的服饰 或者是想跟你说点什么的心情 当她问你饿不饿的时候 那肯定是她自己想吃东西了 就像这种女孩站在你面前 问我是不是很难看 那么肯定是让你说 你太美了 真的 女人永远不能说出她真正想要的东西 女人的把握 可能只是一个醉心于她的男人 现在 你能对你的小伟说点什么吗 她老是一个人偷偷地哭 而且做梦的时候经常念叨一个人的名字 她跟我说让我记住她是真心爱我的 其他的事情她不让我问 我没问过 我知道了 我真羡慕她能有你这样一个男朋友 说实话 现在像你这样的男人不多了 这么着一想 作为朋友 我保证月底之前给你线索 我行 这是什么呀 你装艰难的案子 我们应该为那些无法开口的灵魂做点事情 你怎么了 我只是个普通老百姓 我现在还把你当朋友 出去 你太不坚强了 你只知道害怕残酷 你知道现在社会上多少残酷的事情 你有能力为这些死者说出真相 你就能这么冷酷地保持沉默 我们都是年轻人 应该为这社会尽点责任 我每天都在尽 我不知道到什么时候吃个完 你到底走不走啊 我不走 如果死者是小伟呢 你也能让他保持沉默吗 你不走我走 今天下午他知道怕嘉宾三个月以后干活都是伤的 整条腿粉碎性骨折 他还是残废了 保外就医 过几天他就有机会逃跑了 是啊 没得久就吃饭了 他真是疯了 今儿有几个犯人报告他故意狠心用大石头砸断自己的腿 你说这是人能干的吗 他说他肯定没有 看来他是真那么急了 大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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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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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吧 我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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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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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我去哪儿 会los 我去哪儿 然还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最重要的您又没有被害人的照片了 是啊 如果有照片问题不就简单了吗 您说明程度也不一样 您这骨头不是从动物园找来的吗 开始我也这么想过 可这是人骨 你再试试 好吧 看来无法复原 你 不可能啊 你得相信科学 这副人体不但有缺陷 而且被烧得严重弯曲变形 粘连严重粗细不一 骨骼无法嵌合 四肢比例失调 而且他的胳膊的弯曲度已经达到了身上的一种极限了 我不知道我强行复原出来会是个什么东西 不难我就不找你了 歇会儿 咱们出去溜溜 除了可以断定这是一副成年人的骨骼以外 其他的还难以下结论 因为焚毁程度太严重了 这附近邻居人口密度小 流动性也不大 也没有人报失踪 肯定是外地来经人员 关键我不知道这被害者是谁 这案子没法弄啊 现在还有一个疑点 医学界无法解释 我们也百思不得其解 你来看看 人的关节应该是这样的 对 你来看那女尸体 她的关节是反着长的 难道她是外星人吗 我就不信 不就一副人骨的吗 余翔的诚心 你看看又来了 耐心才能成事吗 我觉得余翔才华横溢 不得成自己想做的事绝对罢休 现在你想难得停 也停不下来 再说了 不靠她又没有其他捷径 你的意思是 再试试 注意点分寸 老曾 你看你又说哪儿去了 我又不是孩子 这不都是为了工作吗 好 那我就去调查火柴的事 就这么长的火柴 得三星级以上饭店才有 客流量要大 大海捞针一样 别指望我啊 你别在这儿走来走去的 我注意力尽忠不了你知不知道 你调不出来臭我这儿什么余翔 你不是有才华艺术家吗 平时牛轰轰的 动真隔得不灵了吧 好 阿 阿 啦 先准备了 幼婷店 你把你的家人خ coll放? 对不起 麻�一个一些部分 注意 那胆 你笑我�不上碟 ela 我心不在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丈夫呢 像您这种情况 必须通过家属签字 我们才能这么做 对不起 医生他有病 来走 咱们不坐 对不起 来 你也真是的 不要命了 你就是坐了 把身体都给搞垮了 直当呢 为了那种人 反正啊 我们是绝对不会让你受伤害的 来 来来 到这儿坐会儿 坐了 坐了还能站着出来啊 干什么呀 我是个女人 我太知道这种事情 对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了 好好好 我不懂 可我告诉你 监狱来信了 朱海峰已经深情就义 假释手续马上就办下来 后天我就出狱 孟岛 去吧 咱们快点 我我 disse 先说 你走 我走 你走 差不多了吧 再等等 再次回予告 您看看,这火柴是你们宾馆的吗? 先生,这跟我们酒店的火柴还是有区别的。 我看看你们宾馆的火柴。 好的。 把这火柴给我吧。 好的。 谢谢。 不管你? 不用。 桑皓语为您,也好。 就是累点。 反正头儿说了,只管三天。 行,村砖不能远离。 三天之后你走人。 我还得派人接下去。 孟非刚住院 你说她生命生的这个时候 你要不要喝点汤 本来现场发现那根火柴 应该是很好的突破口 可惜没有任何进展 我能去现场看看吗 这边这 我拿点头 拿点头 季伦 你能躺在亥过的原处吗 对呀 咱们来个现场摸你 行啊 余翔 你搞复原的复原到现场来了 火柴是在哪儿捡到了 在这儿 我都会在哪儿 模拟的差不多就行了 你的意思他们是寻情自贩 那他们干吗不在这儿 直接点火不得了吗 那让他们需要更大的勇气啊 大曾 现在火柴不火柴已经不重要了 你就别迷在里边了 反正饭店流动人口太多 没法查 照付原相排杀饭店人员吧 你准复老平直觉是不是 我觉得是谋杀案 那反正现场有了 范围也大了 查吧 嗯 以上 来 医生 孟非她住几号 她得了什么病 孟非 你是孟非什么 我是她丈夫 什么 你是她丈夫 您知道吗 他已经得了晚七零八心癌了 都干嘛去了 这么长时间你干嘛去了 您是做丈夫的 真不够思议 您知道他多痛苦吗 这么久了 你都没来看他一眼 我从来没见过像您这样做丈夫的 你呀 真不拿人来给他回手 我做了十几年代后工作 没见过你这个 孕妇不检查这个 他自己疼 也不说 你谁知道啊 我早得了这一片 再不跟我说最多还有一年 可我实在是想要个孩子 没别的 我就是想做个女人 本来我想你可以理解 后来想想还是打了算 我真的不想伤你 你也知道 从小就命苦 这几年 我就是想要个孩子 可 可时间来不及了 谢谢您了 这下我心里可踏实了 卢阳饭店客房部经理张海 报失踪三个星期 照片与石膏像吻合 家庭不和睦 炒股也破产了 一直还有个情妇常年拼居 一直靠张海炒股过日子 我看啊 八成是炒股破产 寻情自杀案 又是这钱闹的 说不定还是女人闹的呢 赶紧收案吧 细着点 那个余祥可病得不轻 精疲力尽 听说他朋友帮他办到广告公司的事 已经有了眉目 他的生活该有变化了 你搭人的事呢 什么事 小伟的事是吧 啊 也该有进展了 上心点 进来 张志您好请问余祥在吗 我是他一朋友 余祥啊 刚调走 到一家什么传细广告公司 做美术组监去的 早知道他在这待不长 怎么您都不知道吗 知道 知道 这一天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我都有点承受不了了 现在看来 孟非的恐惧不是来自于死亡 我们也没必要在这守着了 我告诉你了 孟非是死也不会说出孩子的父亲是谁 有那么重要吗 有那么重要吗 是他们有什么事 是对 大人魔忠惠 诶 冷静 阿牙 阿牙 他欺负死了 他会不会加害那个孩子 除非他是个禽兽 这么多块热闹 110在那里 一个女的 怎么回事 这 是这么回事 天没亮 我就到公园来钓鱼 你说邪不邪 公园安静 一人也没有 我俩眼就盯着那个飘 飘没动 我就收线 收不动 我心里想 要来神的 我就站起来收线 梦一拉杆 哗一声 你猜怎么着 拉出个骷髅架子来 吓得我 半天都没说出话来 你先歇会儿 好 怎么知道我来了 感觉呗 还感觉没线索 还找不到小吻 不过这次你别担心 没有案子找你 有这么一个案子 马丁和张旺他们在搞 水里泡的时间挺长了 鱼也把肉吃了不少 只剩一副骨的架子了 技术部门说 可以进行录像合成 你还是踏踏实实 搞你的广告吧 我看看 这下送信了吧 我就是 我就是老觉得 这些日子没见着你 我也是老觉得没招没落 干广告真的那么适合你吗 你就一点不想再进行谷歌研究了 那就不算艺术 你在这方面挺有才华的 不继续干下去 是不是有点太可惜了 你别给我上课 我知道我是什么人 我想干什么 我喜欢什么 我没那意思 我没那意思 我去找你 娘 等会 等会 念吧 念吧 想 我对不住你 以前的事 我无法说清又割舍不断 看来今后无法一心对你了 好好的过新的生活吧 我是个心高命薄的女孩 记住我别不枉一切 我不是你的小伟 我是夏夏 二月六号 怪不得她 怪不得她 怪不得她一直让我珍藏她 她送我的生日礼物 我夫妻 我没想到你对了这么好 是吗 你必须答应我 我坦白说吧 我喜欢干这个 我知道我应该干这行 你把头骨给我 我保证很快帮你复原出来 你不认识我 不知道那种快乐 虽然现在没有罪犯的照片 但是颅骨是完整的 技术科正在进行合成 你能比他们快 而且准确 再给我一次机会 起来 我觉得你做了一件错事 我不知道为什么 老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你要是听我的 今天晚上你在工作室 守着他 怎么了 大哥 不知道 本来好好的 就是一种预感 明天早上你叫我 来 起来 起来 怎么着了 不知道 一直没动静 看看你 来 起来 小伟 下下 女 23岁 丹东来京 午夜人员 做专职模特 下下有早期婚史 并育有一子 因其夫从事贩毒 不愿与其合污 于1996年3月逃亡到京 其夫与其同伙寻觅两年 终于在京找到 彼时下下已经与美院雕塑系学生余祥同居 1998年2月6日夜 在仁定湖公园 下下与其夫苦苦争吵未果 被其夫窒息至死 坠入湖中 没有头 天 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话快点 来进一进 咱开会 把这案子总结一下 以便于日后更好的工作 大伙都说说吧 我说两句吧 屠夫刚出狱死了老婆 给他留下一孩子 一个人缺小腿带个孩子 确实挺可怜 我说 于翔这小子确实有两下子 可惜啊 纪兰 于翔的下落你知道吧 这位艺术家的病我能治 可他这一失踪 成我一件新事 这些搞艺术的 多半是一些疯子 像咱们这样的正常人 一般是不可以理解的 不过现在这个世界上 不可以理解的事情 倒是越来越多了 特别是男女之间的私情 咱这些案子 哪个不是男男女女之间的事啊 男男女女事小 情情爱爱事的 满世界都是人 谁不知道谁呀 来 撤远了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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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